宁南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18日 萨尔斯铺瞄准邦比先拔头筹 欧关联外围赛第五圈将会在本周三凌晨同时展开三场首回合对决 其中奥地利敬旅萨尔斯铺主场迎战来自丹麦的邦比 两队各自所在的联赛已经开裂大半个月 萨尔斯铺赢波势头相当凶猛 而且在期间的一些友谊赛也击败了国外的知名队伍 他们目前处于极佳状态 邦比在此对比下显得尤其卑微 有见及此 首回合交锋可能会变成一面倒的形式 萨尔斯铺胜券在握 萨尔斯铺上级实现奥甲巴连贯 同时奥地利杯也连续三界夺魁 在奥地利国内的统治力不言而喻 新赛季已经开启 萨尔斯铺延续了非常强劲的势头 前四轮联赛悉数获胜 更令人信服的是 他们在联赛开启期间迎来于两大西甲豪门马体会和巴赛龙拿的友谊赛 结果分别以1比0以及2比1取胜 这可能也预示着球队接下来在欧战会有不错的发展趋势 回顾近些年萨尔斯铺的欧观经历 虽然过去二届都在分组赛出局 但必须要清楚他们所遇到的对手很多是主流联赛的竟履 有力悟谱 拿玻璃 拜仁慕尼黑以及马体会 能够避免分组垫底 从而降格去踢欧洲联的下场绝不失礼 说起来 萨尔斯铺这些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出产了不少年轻新兴 例如说上赛季的核心前锋博尘 达卡 贝里斯特城3000万欧元买走 和中场伊诺克 麦维普 2300万欧元归于百里顿门下 今年初冬窗卖出多米尼 苏宝斯拉尔以及去年夏天的黄喜灿都转至埃尔北来比锡 合计接近3000万欧元 当然最成功当暑假蒙多蒙特的爱宁 夏兰特 而现在又准备有一位新星横空出世19岁的K.爱迪耶美 此子经济联赛开裂以来已经攻入五球是奥甲之最 效率相当惊人 不妨期待他在欧关联闪耀 但首要任务是淘汰邦比 让球队连续第三届机深圳赛 相对于 萨尔斯普被誉为新一代造星工厂 单超未免冠军邦比显得暗淡 要知道他们并不具备班霸级别的统治力 上季夺冠之前已经有足足16年未尝联赛冠军滋位 新赛季开局五轮 邦比只有三合二负难求一胜 实在想不到他们如今糟糕的状态和以应付欧关联的强敌 说到欧关联经历 上一次参加要追溯到2005年 当时球队在所参加的第二圈外围赛就被淘汰 抵运极其浅薄 此一遇上状态如日中天的萨尔斯普 邦比不得不打定输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